每天起床之後我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餵奶、蔥奶、餵龜、餵魚 還有做東西給兒子吃 然後做給老婆吃 還有些什麼呢? 暫時就這麼多 現在帶大家去看看我的龜 那每天最重要是什麼呢? 餵龜 他們很喜歡吃這些蝦 哇,那些小蝦 吃蝦了,吃蝦了,吃蝦了 其實好像吃得多糟糕 這隻蝦呢 就是餵的 很少吃蝦的 它多數就是吃這隻貴糧 吃東西吧 很餓,看來它 再多一點點 差不多了 這麼大分 那菠蘿包吃什麼呢? 它就要浸淋些龜糧 然後壓碎就會讓它吃 對了 對了 那些魚當然是吃魚糧 你看 牠們很瘋 你看 喂,吃東西吧 喂 你看 啊,鯊魚吃東西 對 對 飯呢 就這樣做好了 現在就 到威飯時候了 是不是 寶寶 嗯 嗯 用點鹽 嗯 好了 這裡 好吃嗎 這個樣子 哎呀,很差勁 好 好了 全人都幾快 其實平時 牠們就不是吃那麼少 不過今天 就只是 開了個批給牠們吃 因為牠們很喜歡吃這個批 吃什麼 吃什麼 很多時候 寶寶去到三點多左右 就開始合眼睡 要進去睡覺 頂不順 坐在這裡睡著了 寶寶我們入房睡覺好嗎 寶寶 寶去入房 養狗當然不少得要撿屎 唉,真的很醜 去到旁晚時分 當然是幫兩個兒子洗澡 我多數會先洗小兒子 因為牠比較容易處理 接著 就會跟大兒子洗澡 便宜了 對了,在整天新爐裡 去到夜晚幫孩子洗澡 之後 要做什麼呢 就是煮飯 當然 有工人會煮 但是有時候 老婆喜歡吃的東西 工人就不太會做 所以 就會拿自己親自下廚 那 就 對了,今晚 其中一道菜 其他有些工人煮的 現在其中一道菜 絲椒炒氣 剛才炒香了 豆豉 還有蒜 先炒香 老婆吃完食物就到我們吃東西 不過多數是等老婆吃完 然後才我去吃 那我就負責跟寶寶在這裡玩 好,那他玩完 就是時候要睡覺了 所以 就要開始沖奶 沖完小兒子 再沖大兒子 那他們吃完奶 多數都會馬上睡覺 除非像大兒子一樣 經常喝完奶都很興奮 在床上跑來跑去 唉 小兒子喝奶就比較慢 所以我多數為了它 不然的話 我怕它吃不到七彩 其實整天時間 還有很多細節未剪出來 不過如果剪出來的話 我怕大家不會看太長 所以希望下次可以剪得更多的東西 給大家看 最後大家記得留言和分享出去 最重要就是訂閱我呀 哈哈